A.T.K.Bear 是我现在手上这把键盘的一个英文名称 作为一把千元内80%配列带萌芽的键盘 我在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也抱着寻找灵感的心态 去翻了一下TechBear的IC贴 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去很好的概述这一款产品 在拥有客制化键盘品质感和属性的前置条件下 再去降低售价和门槛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不应该抱着如何省钱的目的去开发一款产品 而是在达到了一把高端套件应该有的效果之后 再去考虑如何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门槛 TechBear 8就是这样一款有着三种内栏结构 采用了碰触快拆设计 还有手自在键盘上使用的灼彩工艺 这几个设计点加在一起 就注定了它不会是一把无聊的套件 先看外观 上盖为了保留快拆设计 所以上下边框略厚 左右边框的话比较窄 有点类似于无边框的手机 套件内部的话有一支品牌的英克logo 是一个北极球 在方向键上面这里 是一块刀臂形状的装饰块 红色的左彩工艺搭配阳机红色 整个键盘都好像有了温度 虽然拿着动手 但看了一眼之后感觉内型还是蛮暖和的 然后底部的话依旧是延续了整面的装饰块 做了一整块的左彩黄铜名牌配种 前面大家看我左彩来左彩去的可能很好奇 这个左彩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官方简化的解释就是说 利用了铜在不同温度下产生的颜色变化来形成这样的纹路 官方又考虑到了键盘的一个把玩属性 左彩的表面又加了一层这种防指纹的处理 相信如果有上手过两面配种的朋友就应该知道防指纹对一款配种来说有多重要了 否则键盘最漂亮的时候永远是开箱的那一瞬间 另外我昨天去展会看到他们官方还做了一块大气的配种 那个表现就会比着一个着彩 还有之前的那些更加惊艳 当然价值也更贵 这个就等官方后期的一个开团消息了 键盘的结构方面 我这么说可能会显得我有点没见过四面 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可以快拆的套件 这绝对是一个用过就不会再想去拧螺丝的设计 优点就非常明显 配合套件的Gaskey条GaskeyDo和锁上盖三种功能模式 如果你用逼这个内档可以随时花两分钟来更换一下内档结构 也可以说这个快拆上盖就是为了多内档结构而生的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邪道的用法 你可以说我犯件手痒工作的时候 然后闲的没事就忍不住去扣这个上盖 以后再啪啪一阵盒上听着就非常解压 妥妥的解压神器 快拆结构随之而来的上下盖磨损问题 工作室也考虑到这一点 在上下盖边缘和中间增加了硅胶的缓冲 并且底壳上方是有贴一层胶带 用来防止这个上下盖刚性的接触的 那我这周的使用下来拆了每个30次也有个40次了 并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磨损 所以只要按照正确的手法来拆装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起提战损键盘 也算是吸收了前辈们的一些教训了 在内档的配置方面 我收敌这一款是开槽PCB加上PP定的组合 虽然说是开槽的PCB 但开的非常克制 只有上下两条横槽给到了三层填充 底面的话是比较松散的 昨天展会上问了一下 说这玩意叫发泡主胶 对比密度更高的Prom材质呢 在内部空间不多的情况下 可以提供更柔和的手感 同时官方在帖子里也明说了 这款键盘优化了在无面状态下的声音 这一点的话就跟之前的KBD很像了 前面提到的定位板和PGB开槽非常克制 我想也是为了这把键盘下无面状态下 所做的一些优化 说过说还是简单给大家拿一段打劲当做参考 至于在续航方面 电池这一次给到了4400毫安时 延迟测试可以跑到4毫秒 对于一款铝头头来说 这个无线成绩 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在搭配套件的轴体方面 是左侧外设 占住的一款泡泡糖轴 两种不同的颜色 轴体手感是一致的 只是外观上的一些差别 定价的话也是比较亲民 不到一块钱 合金代工是一款轻压力的轴体 整体的声音还是蛮不错的 除了不太适合放在大件上之外 稍微轻了一点点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在简介放的店铺名称 键帽的话 这一次准备的就比较仓促 因为我原本预计是一套紫色的套件 结果给我发布了一套大红色的 随便去买了一套QK的兔年限定 也是一个红金的配置 个人觉得还是蛮搭配的 至于好不好看 还是得交给大家来打分 好了到这里这把键盘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刚了解这把键盘的时候考虑到价位 我并没有做太高的期望 所以这一期视频做下来的时候 它一直是在给我惊喜了 无论是从外壳工艺上 还是在我拍摄的时候 对键盘拆解看内部的结构的时候 再到组装完成之后的声音表现 都是远超我的心理预期的 当然这把键盘可选的配置也非常多 那排列组合下来也有20多种 可以看一下其他UP主的参考视频 看一下哪一款配置才是自己最喜欢的 好了那是每一期视频的全部留 大家观看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连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